- 黑暗升旗 - 哈嘍大家好我是阿洛 - 来来来来那我们赶紧开始吧GoGo - 好的我们今天这期样式接着来玩一下这个黑暗升旗 - 我们上一期拿到第四道馆的徽章之后 - 现在我们继续前往 - 目前我们所在的位置是一个叫做广阔平原的地方 - 我们顺着路向上面走 - 走这个位置走过来 - 然后再往这边 - 诶这个凯的父亲突然追了过来 - 总算追上你了 - 你怎么会在这里 - 我忘记把大师球交给你 - 啊对了差点忘了 - 幸好贾奇瑞博士在你离开地下城市的时候联系了我 - 我才能几次赶来 - 好好好好 - 那么就把大师球交给我吧 - 虽然说我不缺了 - 好我们打倒他之后 - 他会把大师球交给我们 - 然后呢既然已经交给你了 - 我还得告诉你一个坏消息 - 为了不被达鲁吉斯的走狗盯上 - 原来的牛马西研究所已经搬到了诺维拉 - 诺维拉是一个非常平静的小镇 - 那些家伙也许不会注意到那里 - 不过他们有可能猜到我们的计划 - 好的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- 首先我要在牛马西调整一下状态 - 去获得我的第五枚徽章 - 然后再启程前往诺维拉 - 好很明智的选择 - 祝你好运我也该走了 - 这边有可以上去的地方 - 上面有什么东西吗 - 拿一个TN27 - 那也没什么事情了 - 我们就接着赶路 - 是不是往前就到新城镇了 - 这里是牛马西 - 太好了已经到新城镇了 - 先去找一下PC吧 - 哦这个城镇这么大一个 - 欢迎来到诺拉的游乐园 - 如果你找到了我 - 就可以实现你任何愿望 - 这里是道馆没有错啊 - 这道馆设计的也太奇怪了吧 - 它这个配色看得有点不舒服啊 - 而且我找不到PC在哪里啊 - 不会吧 这么大一个城镇没有PC - 找到了在下方 - 下方右边这边 - 而且我发现它旁边有一个道馆 - 这个道馆是干嘛的 - 它是类似原版本 - 那个去拿二选一的那个吗 - 那我们去拿一只吧 - 好我们打到里面的这个馆组之后呢 - 应该可以选择后面的怪了 - 后面这个是什么 - 投射鬼 - 哦就是那个红色跟蓝色的那个嘛 - 好我们这边大家看看就好 - 然后它这边旁边的建筑物里面 - 是一个百货公司哦 - 不过跟原版本的卖法好像差不多 - 所以我就不用特别去逛了 - 然后我现在先把这些房子里面啊 - 每一个都进去探索一下好了 - 我怕我有什么东西略过了 - 这什么东西啊 - 为什么一进来就开始讲英文啊 - 没有什么太重要的一个剧情吧 - 结果中间正上方的这个房子里面 - 是可以换一个自行车吗 - 没有啊我不能换自行车啊 - 难道说我前面有什么东西略过了 - 忘记拿 - 不可能啊 - 好算了不然我们还是先去挑战道馆吧 - 我们这一期怎么这么快就突然可以挑战道馆了 - 这不科学啊 - 这之前明明就搞很久了 - 那么我稍微在这里面乱谈一下 - 看看会不会很幸运的就谈到 - 这个馆主那边哦 - 看我的到处乱谈 - 我谈 - 我们这样子随便乱谈 - 迟早有一天会谈到的 - 所以我们大家要稍微有耐心一点哦 - 就慢慢的谈吧 - 诶 有没有 - 你看我这样随便乱谈一下 - 就真的谈到了耶 - 一个小兵都没有打 - 这边的小人物模组看起来有点像是 - 以前风源地区第一道馆的那个杜鹃 - 我们看看里面是不是好了 - 好 这一次的馆主叫做诺拉 - 是第五道馆的 - 你是来陪我玩的吗 - 诶嘿 我是来陪你玩的哟 - 来来来来来 - 我们到旁边的房间去 - 让我们聊聊人生理想 - 咳咳 - 好 当然没这回事 - 我们非常正直的说 - 我们是来挑战道馆的 - 好吧 那没办法了 - 我不喜欢对战 - 不过如果你一定要的话 - 让你见识一下我的实力也无妨 - 我们这边进来 - 哇靠 这个道馆首领长得也太奇怪了吧 - 就这个长相实在是让人完全硬不起来啊 - 诶 我是说拳头 - 好 首先对方的第一支是双尾怪手 - 紧接着是美洛野塔 - 第三支则是大舌田 - 看来都是普通系的嘛 - 然后再下一支是三滴龙 - 虽然说我没有什么克制的属性 - 但是我这边就直接硬搞了吧 - 硬搞也要搞死你 - 我这边再振你一下 - 你这个大奶罐 - 最后一支则是带龙 - 看我的硬化植物 - 我直接搞死你 - 好 我这边打倒了第五道馆的道馆馆主 - 她说你竟然打败了我 - 不过输了就是输了 - 这个叫什么徽章 - 常规徽章 - 我们这边还提出了疑问 - 诺拉你是怎么捕捉到美洛野塔的 - 哈哈 我可没说美洛野塔是我的精灵 - 这个冠军吗 - 这个是送给你的包含冥想 - 比起歌声形态美洛野塔 - 更喜欢维持五步形态的样子 - 好好好好 - 能够跟神兽当朋友也是挺不错的 - 我也是相当提倡的 - 好 我们这边就离开吧 - 稍微小绕一下终于是弹出来了 - 那么我们回到PC去补个血之后 - 我想我们可以离开这边的城镇了吧 - 应该没有其他要去触发的剧情 - 希望我没有漏掉什么 - 还是说这里上方有路吗 - 上方也没路啊 - 对啊 - 那么肯定就是走这里了 - 走 - 结果走过来这边看到了一个有大头症的家伙 - 结果觉得他长相有点恐怖耶 - 要不要跟他对话 - 你好啊 你是个训练师吗 - 是啊 你是谁 - 哎呀 这可真心奇 - 居然会有训练师没有听过我的大名 - 我是奥尼地区的冠军 - 我叫艾德里安 - 奥尼地区的冠军居然在这里 - 这里是科尔啊 - 我刚结束在牛马西的粉丝签名会 - 哦 原来你是冠军啊 - 真是太酷了 - 我居然见到了冠军本人 - 不过他给我的感觉有点不妙 - 他和腰上的精灵球都散发着邪恶的气息 - 可能是赛尼的感知能力多多少少也传给了我一些 - 还有他的精灵球似乎存在着我前所未见的力量 - 那简直是黑暗的化身 - 不好意思 接下来我想要一个人在牛马西到处走走 - 希望我们以后还会再见面 - 嗯 我相信一定会的 - 所以呢 现在的御识就是说 - 其实这个冠军他是反派的意思吗 - 好我们暂时不理他啊 - 我们接着往前 - Oh my god 这边的人还真多 - 我暂停一下 - 好的 经过了一阵努力之后呢 - 这边路上的所有NPC我终于是全部打倒了 - 天哪 这一段路可不好走啊 - 我在这边稍微提醒一下 - 然后这边走过来 - 来到了这个叫诺维拉的城镇 - 这里是不是有道馆呢 - 应该没有吧 - 哦 这里有个钓鱼专家 - 我也蛮喜欢钓鱼的哟 - 拿到了一个好钓杆 - 旁边这里是PC - 顺便继续向左边走看一下 - 左边是没有路的 - 那么很明显我们就是要走上方 - 先越过这边的小山丘 - 旁边这里是有路的 - 不过我们先回来继续向上走好了 - 上方这边的话 - 这里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哦 - 旁边这一栋房子呢 - 旁边这一栋房子也没什么特别的 - 诶 那这样子果然还是得走下方那里嘛 - 我刚刚其实在那边已经看到了一个神秘的建筑物了 - 接下来肯定是要在这边触发剧情的吧 - 这里是一个研究所哦 - 我直接进去吧 - 诶 一进去又遇到了小鹰 - 明明上一期才遇到的 但是我又忘记了 - 哦 对啦 改田啊 - 小鹰跟改田 - 他们是轮流上场的 - 我们这边把他们两个打倒之后呢 - 说什么什么传说精灵古拉盾他在哪里 - 红宝石的力量就可以召唤出来 - 现在红宝石在弗拉基米手里在上层 - 所以接下来这个基地里面啊 - 我们应该是要去深处 - 然后打一下里面的一个大反派吧 - 但我现在先去补个血好了 - 好满血回归 - 我们接着走吧 - 我们去楼上 - 先去五楼看看好了 - 按照原版本情节的话 - 通常会是五楼先 - 好我们走到下方这个位置 - 果然是在这里可以拿到卡片钥匙了 - 那么就跟原版本一样啦 - 我们这边拿到卡片钥匙之后呢 - 就直接走回三楼就好了嘛 - 这个地方过来 - 然后开这边的门 - 打开之后 - 从这个地方传送上去 - 就遇到我们的劲敌啦 - 她说你来的真慢 - 什么什么的 - BOSS就在上面 - 先把他给解决了 - 好我们打倒了我们的劲敌 - 之后 - 她说你现在比我还要强 - 而且做好了迎战他们首领的准备 - 上面还有不少敌人 - 祝你好运 - 这里就交给你了 - 放心我们下次再见 - 一定要变得更强 - 什么什么的 - 那么跟这个人的话 - 可以拿到一个新的精灵吗 - 这什么东西 - 拿到了一个60等的百变怪 - 好OK - 好那我们这边再接着往前走 - 从这边过来 - 哎呦 - 打到这个小兵 - 然后这里开门 - 我们向前 - 我们遇到了他们的BOSS - 这个叫做弗拉基米尔 - 你就是那个人吗 - 打败了V的 - 我得谢谢你解决了那个家伙 - 多亏了你 - 我现在就成为了干部 - 不用谢 - 因为你马上就要被我打败了 - 哎呦 - 好狂妄的口气啊 - 之前那个V是有点类似赤炎松 - 这个感觉就水无铜了嘛 - 呵呵 - 我们先把他给秒过吧 - 好我们打倒了这个老大弗拉基米尔之后 - 她说可恶 - 反正我的地位没有变化 - 我不需要大势就去抓固拉多 - 告诉达鲁吉斯 - 让他洗干净脖子等着我 - 哼 - 我倒要看看你能嚣张到什么时候 - 后会有期 - 让他们所有人就撤退了 - 我们过来 - 这个人是干什么的啊 - 这个是这个研究所的所长 - 哦 亲爱的少女 - 谢谢你救了我们 - 我永远不会忘记 - 你在我们危险的时候救了我们 - 我要感谢你 - 我可以给你任何东西 - 拿到了一颗大石球 - 哦 就这样子啊 - 可是我们之前 - 在那个凯的父亲那边 - 也拿到了一颗大石球啊 - 所以咯 这边是要干嘛 - 然后这边还有个路可以出去 - 这边是干什么的 - 通到哪里 - 很少有人活着穿越沙漠 - 你要小心 - 哎呦 这是什么意思 - 哦 我懂了 - 他这边的路已经改成这样子了 - 好 那么我们就是只能够从 - 刚刚那个通路那边直接过去咯 - 结果我一回到研究所 - 想说去搭个电梯 - 结果就遇到佳业了 - 好 你这个家伙在电梯里面埋伏我 - 看我怎么搞死你 - 好 我打倒佳业之后呢 - 他说什么电梯就给我用吧 - 那还用说 - 不过你也太无聊了吧 - 居然堵在电梯里面跟我搞 - 我们回到刚刚的所长室 - 然后从这里 - 这个洞进来 - 然后准备到下一个地方吧 - 根据NPC的说法 - 前方是个沙漠是不是 - 哇靠还真的是啊 - 然后前面又有好多人啊 - 天哪看了就不想面对啊 - 算了 - 我看今天这期就先到这边 - 这里附近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 - 然后都没有什么特别的 - 只有这里可以拿个护身金币 - 但是我的图鉴数不够了 - 好啦至于那个沙漠 - 然后我们下一期再穿越吧 - 反正我们这一集 - 一开场就已经拿到 - 第五道馆的徽章了 - 好的OK感谢各位 - see you 拜拜 - 两个位置 - 我们都没有想到 - 才能做出的 - 二個位置 - 三个位置 - 四个位置 - 三个位置 - 三个位置 - 四个位置 - 才能像锋子 - 三个位置 - 三个位置 - 三个位置 - 准备 - 八个位置 - ITE - 环兰 - 十个位置 - 円 - 成功 - 百位置 - 柚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